大家好,你有聽過卡巴迪這項運動嗎? 卡巴迪源自於印度,類似民間遊戲的老鷹抓小雞 近幾年台灣的卡巴迪代表隊也在國際賽事中屢創佳績 不知道卡巴迪也沒關係,就讓我們帶您來好好認識這項運動 卡巴迪因進攻者需不斷喊卡巴迪因而得名 但卡巴迪其實非常講求戰略、敏捷性與反應能力 是一個需要多重技巧的運動 我國發展卡巴迪運動將近10年,也逐漸在國際賽事展現堅強實力 更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奪得銅牌為近年流行的新興運動之一 卡巴迪是97年,從我去杜花亞運的時候 發現到這個運動不錯,然後把他引進來 所以到現在大概有10年左右,11年左右 因為這個是新興的運動 所以你必須一一的去向各方面解釋 像要往學校推展也要去向學校解釋 然後也要一方面訓練教練,一方面訓練裁判 本來在3月1號要承辦國際總會 世界盃亞洲區的資格賽 那因為碰到武漢會員 然後國際總會就叫我們延期 如果疫情許可的話,國內也可以辦的話 我們就辦 我們繼續會辦國際賽會 我們也準備辦亞洲青年錦標賽 或是亞洲盃,我們循性見细的來辦 然後一方面提升我們的技術水準 一方面加強訓練 近期雖然因為疫情的影響,比賽接連延期 但選手們依然照常訓練沒有鬆懈 盼能在疫情期間將自己調整到最佳狀態 卡巴迪引起印度 然後他引進台灣是第11年了 那這是一項非常新興的運動 他是唯一一個團體的積極運動 就是非常強的碰撞的訓練 因為不知道疫情會影響到哪時候 但總有好的那一天 那疫情結束後,比賽來了 那時候的我準備好了嗎 這樣子,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如果我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休息了,我沒有再進步 然後或者是維持我的訓練跟我的能力的話 那比賽來了,我沒準備好 其實我會蠻覺得很可惜這樣 所以比賽來了,我準備好了 那其實這段期間就是一個很長的一個備賽期 那有那麼長的一個備賽期 我應該是能夠好好的提升自己 而中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 除了辦理國際賽事 也積極與外國隊伍交流切磋 不但讓選手有增加實戰經驗的機會 也提升了卡巴迪運動的關注度 我覺得對台灣卡巴迪選手 其實最有幫助應該是心理素質的提升 因為面對很多不同國家的選手 那些體型還有身體結構都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心理素質還有強度必須調整得夠高 才可以去面對這些不同體型的選手 因為跟不同國家的練習也會交流 就是有練習交流然後在比賽 我們很多觀念然後技術都有不同的收穫這樣 雖然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卡巴迪的很多賽事都延期了 但也期望在疫情之後 台灣的選手能夠再次站在場上多得佳績 如果你也喜歡卡巴迪這項運動 在之後也多多關注卡巴迪的比賽 給予選手鼓勵跟支持 讓選手們更有動力 記者趙雲 戴子翔 台北報導